9点开播 欢迎自由分享叔叔 晚上好 我看好多名字都是陪了我很久的家人 有半年了吧 看了我有半年的抠一 超过半年的抠二 有看堂堂半年的抠一 超过半年的抠二 这么久吗 我的天哪 这没有一个新粉吗 这咋整在咱们直播间快倒闭了 这咋全是老粉啊 有新粉没有啊 从四月份开始看的抠一啊 今年二月份以后才认识堂堂的抠一 二月份以前认识堂堂的抠二 我看看 二月份以前认识我的抠二 二月份以后认识我的抠一 这么久啊 有抠一的 有抠一的 我看到了 抠二的比较多 然后去年十元 哇塞 天哪 那好久咯 好久咯 家人们然后帮堂堂分享一下直播间 好不好 咱们的群里面分享一下 我看看 我看看 登登登登 我把直播机要快点上上人 等一下我分享一下 大家帮我分享一下 大家帮我分享一下 家人们然后帮堂堂把灯牌亮一下 这样我们逐渐上人上的快一点 嗯 没有分享我已经分享好了 咱们等会就可以见咯 家人们很快就到达现场了 嗯 大宝马上过来 其实我去年十月份没怎么直播呀 我都十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才直播比较多 那你说 十月份看 十月份我好像都没有怎么直播 对吧 去年应该十一月份才开始 这么直播的 全体集合 对 大宝状态好一点了 嗯 今天开的太晚了 对吧 可以啊 改天我开早一点 因为今天有工作 家人们 回到家之后 不是得吃点东西啥的 然后就九点钟了 嗯 因为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 就是 就是 嗯 广州这边挺堵的 对 广州这边下班了之后 其实都停堵的 回家都要一个小时一般 啊 所以说 为什么有时候大宝说 他喜欢坐地铁啥的那种 然后 你如果开车的话 真的特别久 因为你要是坐个地铁的话 可能你就半个小时就到家了 但是如果你要是开车的话 有时候要开一个半小时 知道不 因为 太堵车了 你回到家人 再吃点东西啥的 然后就可能就九点钟了 如果说比如说我要是七八点八点钟开播的话 可能我就是晚上回家比较早 这样子 真的呀 每次直播都看我 那太好了 对 不忙的话肯定我就八点八点半我就开了 然后要是上班的话 可能就得开的稍微晚一点 给家人们理解一下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啦 嗯 等一下大宝就过来了 嗯 然后我先跟大家聊会儿 就是 大宝这两天还可以 就是 昨天 昨天晚上 呃 视频你们看到了吗 你们看到昨天晚上 大宝一点钟在我家门口 他都没走 嗯 就是他昨天非要回去嘛 然后回去了之后 结果 我一看没走 他在我们家门口蹲着呢 但我发信息我才知道 我就想睡觉了 然后才发现他还在我家门口呢 嗯 我就 嗯 我就 我就出来找他了 然后他就 说了很多 就是 很不自信的这种话 嗯 他其实很纠结 家人们 你有没有发现 他又躲着我 但是他又 他又其实挺想跟我在一块的 对 他有点自卑好像那样子 对 嗯 昨天就是说了一大堆 说了一大堆 我也不知道他在表达个啥 嗯 但是就知道他很焦虑 对不对 对 他又有一点自卑这个样子 对 确实他这几天心理上有点不太舒服 呃 大家看呀 看医生啊 有看医生啊 对 确实是那个问题 对 但是咱们就别过分的去把他这个事情放大 这样的话他会觉得自己 哦好像生了很严重的病一样的那种感觉 这样不太好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先开导开导他吧 然后实在不行的话 再去吃那个西药 如果能开导好的 别吃别吃什么药了 对不对家人 嗯 嗯 就是现在 现在生活压力大 年轻人在大城市里面打拼的话 多多少少的真的就是会有一点这种 对不对 家人们 你们身边有没有 有没有自己家的孩子也是有一点这样子 嗯 我身边挺多的 很多都是事业做的非常好的 这种 人 但是他就是多多少少会有 对 现在年轻人就是压力太大了 我也会有啊 我也会有就是很严重的这种焦虑啊什么的 我让他吃那些中药啥的他都不坚持 我等一下会催他再吃一点 嗯 他一会就过来了 对 家人们 你们这个年纪为啥都没有这个问题啊 你们有吗 是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年纪段比较容易这样子啊 像你们 我很少听说什么 像叔叔阿姨啊 我爸爸妈妈这个年纪有这个问题啊 你们有吗 你们有什么焦虑啊 什么那种 一什么的吗 有的扣一没有的扣二 应该很少 我觉得你们这个年纪应该蛮少的 怎么都感觉现在年轻人 特别多 嗯 一点点 是吗 工作环境不同 所以说我们真的就是轻微的还好 你知道吗 大宝他那天都吐了 就是 就是 他有点 反正就是有点不舒服 就身体 身体都吐了 就是那种的 吃不下饭 然后还晕 然后就 就 还打掉瓶 嗯 对 大宝大宝 这个 嗯 目前这种情况挺多的 对 所以说我也 我也不敢说 太去 嗯 说他 嗯 他 他可能压力挺大的 等一下他就来直播间 对 他 嗯 家人们你们说 其实一个人孤身来到一个大城市 谁不是想出人头地啊 你们理解吗 特别是像大宝这样子的 靠家里也靠不住 然后自己又没有说特别好的一个出身 来到大城市 肯定是抱着满腔的热血 想要在大城市里面出人头地 然后 嗯 所以说压力确实会挺大的 这样子 嗯 啊 在我这他 不让我给他租房子 家人们 你知道吗 就是 你们可能不了解这个 大宝的性格 他 比较爱面子 家人们 你们知道吧 他 脸皮其实挺薄的 所以说 就是 嗯 他更 就是如果 就是有的人 说他什么 吃软饭啊 他很接受不了的 所以说他也 他也不会太能接受 说我去给他 做 做太多这种事情 知道不 对 嗯 然后 然后昨天 家人们 家人们帮堂堂把灯牌亮一亮 把小赞赞点一点好不好 这样我们上人上的快一点 对 对 他特别建议别人去说这些家人们 咱们多注意一下 因为你们知道 越是大宝这样出生的孩子 他的自尊心是很强的 嗯 知道不 就是 咱们 嗯 咱们一定得顾及一下他的这个自尊心 对 你看前段时间说 送送 嗯 呀 我来了 你干干啥呢 我去泡点茶喝啊 那你给我拿杯水吧 好呀 嗯 很棒呀 很乖呀 好呀 好 那我去给你拿水啊 啊 去吧 先不给他打招呼 他让他忙一会再过来 对 嗯 让他倒个水再让他过来 对 他 他自尊心比较强 然后他喜欢那种 我 我什么都用他 家人们 你们可千万别有时候觉得堂堂用他 你们不舍得 不是的 我越用他 他越开心 这个小猫怎么做我的位置啊 嗯 有点烫哦 好的 谢谢 正 这么勤劳 嗯 在 家人们帮我点点赞啊 咱们能送个灯牌子 送个小猩猩的 帮唐唐做一下数据 今天人上的好慢 都跑哪里去了 嗯 跑到我心里来了 你家人们打招呼 家人们晚上好 嗯 有感觉他今天心情好一点 嗯 还是的 垃圾画看到堂堂心情就好了 看到我心情就好了 嗯 前两天看你看到我也没有觉得你心情好呀 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啊 我什么时候看到你心情不好 没有这个时候啊 啊 我没有这个时候的 我什么时候有这个 这样子啊 没有啊 你前两天看到我不是一般般吗 心情一般般吗 没这么说过吧 哦 嗯 嗯 好吧 嗯 可能你听错了 嗯 嗯 看到你就心情很好 是吗 是啊 嗯 家人们都知道我看到你心情就好啊 家人们你们没觉得这个大宝逆生长了吗 怎么感觉他越来越像小孩了 嗯 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还挺有那个老板的那种感觉的你知道吗 然后然后现在他就越来越像个小孩子 大宝喝的红茶 哎呦 不卖茶叶 什么小小孩子 我家人问我 我肯定带灯牌的家人问我 我肯定要回回答他们的 回答什么 回答 回答带带灯牌的家人们啊 他问我什么 什么茶 我跟他说红茶 好的好的 嗯 你刚才说啥 说说说我啊 我说你越来越小了 感觉我刚认识大宝的时候 他还是很有那种 嗯 就是老板那种感觉 然后后面就感觉他越来越像小孩了 那现在不是 不是老板了吗 就 不做 做小孩挺好的 嗯 无依无虑的 哦 是不是 嗯 那你喜欢当老板的大宝 还是 有点小孩子气的大宝呢 大家猜一猜 你肯定喜欢当老板的大宝 肯定不喜欢小孩子气的大宝 对不对 你们猜猜我喜欢当老板时候的大宝还是喜欢 现在像小孩子一样的大宝 嗯 都喜欢 你觉得我喜欢哪个 我觉得你喜欢当老板的大宝 为什么呢 因为更有魅力啊 然后赚的你多啊 是不是 很多吗 起码比现在多啊 其实都喜欢 家人们你们说对了 对 你们很了解我 都喜欢 但是我喜欢那个当老板时候的大宝 可不是因为当老板的时候的大宝赚米多 对 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我喜欢那个时候的大宝 是那个时候的大宝会给我买三轮车 你们记得吗 记得了 就是他那个时候给我买三轮车嘛 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金项链嘛 然后嗯 而且他说我背的 那你就是说我现在没给你买呢 不是 没有 你现在也给我买东西啊 就是但是他那个时候 他给我买东西的时候的那种表情和感觉 是非常自信的 知道不 就是我喜欢那个时候那个自信的大宝 就是买一辆自行车就是那种 唐塔我必须要送你这辆自行车 然后或者是唐塔我怕你以后没有米花 我跟你买一条项链以后你可以变现 就是那种非常自信 说话非常阳光的那个感觉 我喜欢他那个时候的大宝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不对家人们 你们是不是也喜欢那个时候大宝说话的感觉 然后现在嘛 现在咋了 现在不喜欢了 没有 现在也喜欢 喜欢现在的大宝是现在大宝很可爱 叫 我知道肯定不喜欢 没有怎么不喜欢 我知道肯定不喜欢 为什么这样说 感觉 蓝人的第六感 你感觉我什么 不喜欢 现在的我 怎么这样说没有不喜欢呀 嗯 现在大宝变小 是啊 现在大宝变小 嗯 喜欢肯定喜欢呀 现在大宝就是 没房没车没事业 不是 现在大宝可爱 现在大宝可爱 现在可爱 然后比较黏人对吧 然后 然后 脸能 哪里看出我脸啊 啊好好好 不黏人不黏人 好 就挺也挺好的 现在的大宝 虽然你 没有很多物质上面的东西 但是你也会清其所有的给我呀 所以 在患难的时候更能看出来 这个男人 是不是一个很棒的男人啊 对吧 如果你没有变成现在的大宝的话 我也不会知道你 对我如此的舍得呀 对吧 这也正是你可贵的地方啊 嗯 所以两个都喜欢 嗯 这个你说的姐 那我觉得 有点开心 就像吃了一块 蜜糖一样 嗯 开心就好 比这茶喝了还 还甜 她就是很喜欢 听好听的 对我就是喜欢 特别喜欢塔塔对我说好听的 我不喜欢 你对我说不好听的 哦好 就是她只能听好听的 我只能听好话 这就是小孩子啊 小孩子 这就是小孩子啊 对啊小孩子就这样啊 接受不了批评啊 只能听好听的啊 就喜欢家长夸她 对啊 这家人们对不对 这不就像小孩一样吗 所以说你现在就很像小孩啊 那你下次要多表扬一点我 嗯 好好 好 这都回来被夸上天了 都要飘了 我天天跟她说好听的 对 可以啊 每天都说 我的命真好呀 我找了全世界最好的男朋友 上德厅堂下德厨房 是吧 一表人才 啊还这么白 皮肤还这么白 哎呀 怎么生的这么好呀 像个福娃一样 嗯 但是我觉得 这个 我好像现在杀了给不了你 真的 嗯 所以我得多赚名 不用 没关系的 嗯 但是但是但是 我不会给你压力的 但是你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 然后赚不赚名 你开心就好了 赚到的更好 赚不到的话 我们也可以 你不要不开我怕等一下太烫了 普普通通的生活 但是有 有声音色啊 我帮你调来 我帮你调美声音 好的 昨天外省的面条好吃吗 好吃 那你不想想